俐落的小瓶頭 一身運動裝扮 在球場上奔馳的樣子 看得出來他是誰嗎 猜不出來 再給您一點提示 拿著大聲弓或麥克風 大學時期就讀台大 活躍於懸聲運動 野百合學運 也看得到他的身影 這個帶點青色的臉龐 就是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真的很驚 真的很驚 很難看到說 他很輕鬆的樣子 他只有跟老婆宛如 在一起的時候才最放鬆吧 ㄍㄧㄥ幾乎是大家 對他的第一印象 這樣的刻板印象 或多或少 來自於他大學時代 就梳起西裝頭 還有他總是穿著西裝褲 打小就西裝筆挺 連家人出遊 跟爸爸的合照 也是同一款父子裝 這一件件西裝 其實暗藏爸爸一針一線 量身定制的愛 一開始會覺得蠻特殊的 因為在那個80年代末期的校園 西裝褲是感覺好像 就是更高階 可是後來因為知道他爸爸 是裁縫師的褲子 倒還覺得蠻感人的 會說感人 是因為爸爸肺癌過世前 還曾經一口氣 為林佳龍量身訂做 10套西裝 也許是出於思念 也可能是傳承自裁縫師老爸 一針一線都得仔細縫製 踏實不浮誇 和林佳龍同一時期 在美國耶魯求學的學妹范雲 對他的印象不脫嚴謹 但其實也有活潑的時候 耶魯的時候 一天到晚穿牛仔短褲 所以我想他的美國生活 可能有讓他那段時間 解放了一段時間 很可惜回到台灣 他又很快的投入那個 從教授到那個 國安會新聞局嘛 又是一個必須他要 就是非常嚴謹對待的領域 所以就在耶魯那段時間的 那個很活潑的林佳龍 你就再也沒有看到了 那個曾經愛穿牛仔短褲的林佳龍 踏入政壇之後 更顯得藕包很重 一絲不苟很難聊 但講起政策和願景 眼睛就閃閃發光 他卸下了他的這個職務之後呢 然後他現在就是沒有任何的 這樣的一個身份 然後他就開始去走訪很多的偏鄉 結合很多的民間的力量 這就是暖的地方啊 他或許他不會用嘴巴 然後講一些好聽的話 不會講好聽話的林佳龍 有別於其他草根性 較強的政治人物 從政路上或許有些不討喜 但扎實卻是林佳龍的信仰 就像阿爸做的西裝 即便是看不見的宮 不起眼的細節 內裡都有綿密細緻的風險 紀新聞學人 甘韓人 採訪報導